江峰漫谈 朋友们好 今天这个设备出了点状况 临时用手机来录这个节目 那么谈个事就是恒大的事 过去这个周末 9月12号夜晚 几百名来自各地的恒大财富投资者 到了深圳这个后海中心 这个地方是恒大集团的总部所在地 他们到这把门给堵上了 要钱 看现场的视频是发生了一些肢体冲突 类似的这个堵门的事还发生在东北和其他一些城市 那么他们手里面这个恒大理财产品是因为逾期未复 还有不少人的产品是即将到期 由于是害怕多年积蓄 这个投资血本乌龟 所以连夜跑到这里来堵门的 恒大财富执行董事兼总经理杜亮是出来了 想缓解气氛吧 希望想善解这个事 但是呢 在大家的这个逼迫下吧 他承认他在5月31号已经赎回了恒大财富理财产品 他的理由说是家里有急事 那你说这谁家里没急事呢 是吧 现场来堵门的家里都有急事 对不对 现在堵门的那些很多就反映的是真实情况 就投资者有一位就说他妈妈呀 退休金每个月三千多块钱 毕生急需八十多万投给了恒大 你说你恒大你要还不起钱怎么办 总经理提前跑路当然是激起重怒嘛 而且应该来说也是扩散了这种恐慌 如果没有事的话 你们这高则为什么提前拿钱呢 实际上许家印的妻子丁玉梅在这个7月份呢 也就是恒大传出爆雷信息的时候 就已经提前兑付了恒大财富理财产品了 据说后来又重新购入了 重新购入了多少 没人说了 是不是就是利息投资这个回报拿走了本金 或者是仅仅是本金的一部分又重新拿回去 重新回购呢 不管怎么样吧 这个事情出在这儿了 有明显两个看点 你看这恒大高层先把钱给拿走了 为什么 第一 这事谁捅出来的 那肯定是什么 内部员工 恒大高层没有任何底线不顾社会贪婪 被第一时间曝光 就是因为恒大内部有知情人 它也是受害者呀 这次发生在恒大集团总部赌门的事件当中 这个聚集的人群当中就有相当一部分 或者是是或者曾经是恒大自己的员工 原来每年恒大集团都会下发恒大理财产品认购任务 跑到各地区公司去的 它盘子很大呀 全国各地城市都有 是吧 各地分公司 认捐等于是 那么内部融资没有达到考课任务的这个部门经理 还会被扣奖金 甚至是被迫离职 这种是典型的 就是违反人权 甚至是违法的融资行为 却长期在恒大存在的 甚至我看了报道 为了完成任务 恒大安排银行到公司来提供所谓贷款便利 逼那些家庭经济情况拮据 根本就没有条件出来搞融资搞投资的那些员工 来借钱完成融资业绩 但是我想起了郭德纲一个段子来的 说那有一个人不是跑庙里去赚吗 这和尚栏他要捐这个香火钱 那我没钱呢 没钱可以刷卡 这我哪有卡呀 没卡 你可以房产抵押 你看 烧一炷香 把房子都抵押了 不仅是说这反映着和尚的贪婪 其实也是反映出个社会现象 信仰全无 道德全无 恒大内部融资的这种做法在中国社会呀 特别是 你是很多都是那种好公司吧 表面光鲜 朋友们一看 哎哟 哥们 你上班的公司不错呀 待遇好啊 这些大公司普遍都存在这种内部融资的做法 你看那个华为呀 华为搞什么 全员入股 你问一下华为员工说 你谁手里拿了一份华为公司给你的股权证啊 没有 全都在所谓的华为工会手里 任正非呢 手里只有1%的股权 那么这个华为工会又不是一个社会团体 就非常隐蔽的就把所谓的民营企业变通 可以给了权贵家族和部分国家军队控制的这些企业 恒大员工这就等于什么 你这个就等于绑架了嘛 是吧 首先是报道德绑架 你要是热爱我们恒大企业就拿钱出来 做出实际行动来 然后就是经济绑架 不得不与恒大共进退 这等于是牵下了卖身器嘛 所以这恒大高管自私是马上就暴露出来大家不饶他 大伙心里都憋着气 这是可以看到的第一点 那第二点是什么呢 总经理杜亮、许家印的太太 他们这个高层敢提前拿钱说明 他本来就不在乎你内部员工之情 你知道你搞不着他 他也不管你 那现在是什么呢 现在是当众承认提前兑付的事实 另外一个是说这个要重新回购 而且你看那个当众承认的那个提前兑付的 还说家里困难 希望用可怜来博得同情 这说明什么 这说明不是来自集团内部员工的这个检举 而是来自集团外部的重大的压力 你们不能这么干 这会造成社会影响 这绝对不是简单的公司经营问题 就是重大社会事件嘛 也牵动了什么 等于是高层的政治博弈 不准他们这么干 他们把钱吐回来 成人错误 那么现在最关心的问题的无非是两条 社会上 第一就是恒大投资者 他关心的是不是还有可能拿过钱 第二是就是大家即便没有投资恒大的 就是关心恒大这个事 这个雷爆炸了以后究竟会如何 形成怎样的冲击 有人说会让中共政权摇晃 我觉得从某种意义上来说都没有言过其实 那我们就具体来看看 好吧 其实恒大这个爆的信息传了好几次 最近一次是7月份的江苏无锡法院裁定说 对恒大移星下属房产企业财产冻结 这么大的恒大集团 你还不起一个开发项目的银行贷款 所以这一下子什么 冲击了大家对企业的信任了 股票市场迅速波动 恒大港股一天跌幅超过20% 人们还发现了其他省市也先后出现了 对恒大房产进行处置的这个动作 所以原来呢 实际上恒大的确是存在着巨大的资金短缺 那么恒大到底负债多少呢 19700亿 那差不多3000多亿美元 大家还记得前几天在天安门漫步的黑天鹅吧 我说过叫野鸟入庙嘛 象征着国家的败亡 黑天鹅是习近平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提出来的重点防范的 两类事件之一 黑天鹅相当于什么 一种难以预测的会形成连锁负面反应的事件 那另一类要防止的事件是什么呢 习近平说的就是灰犀牛 灰犀牛是显而易见 但是因为预防不及最终会造成重大危机的事件 恒大的事呢 其实是事出已久 早就有这个预兆 它作为全中国负债最高的开发商 无法偿还投资的话 其债务困境 一定会对中国的金融系统构成系统性风险 甚至因为它干什么买卖的 房地产 铺了这么大一个摊子 中国改革开放 咱们知道几乎是从零开始的房地产的这个产业 现在成了支柱产业 它的影响面深远的影响上游资源 造钢铁的 是不是 造水泥的 还有什么 就是一大一系列的制造产业 甚至往下面还会什么 迅速激化中央与地方政府的矛盾 激化大中城市的社会普遍的矛盾 所以真正它是灰犀牛 一发动全身会形成颠覆的这么一个事件 所以呢 大家理解 能不能拿到钱 首先就要看这个事件到底闯下多大的祸 过去有句话叫什么 叫窃勾者猪窃国者猴马 许家印呢 干下这么大的买卖 又敢这么冒险 他认定了中共不扶持救火是绝对不行的 所以这是许家印心里压了个宝 这也是为什么恒大投资者来讨要投资款 打了一个这个旗子 相信政府还我血汗钱 这个深层原因在这 他们几年前都知道恒大不可信要爆雷 就这样还信许家印的 就把钱投进去 为什么 许家印高喊 我和恒大的一切都是党给的 国家给的 恒大的一切都是党的 都是国家的 现在恒大不给了 当然要找党需要了嘛 这个意思 那么中共到底会不会救恒大这个烫手山芋呢 据报导的副总理刘鹤日前在北京召开的国务院会议上 将恒大面临的财务困境定性为流动性问题 而非资不抵债 这个基本上确定了 中共不会看着恒大的事 按市场规律走入什么破产程序 不会看着它死了 那是准备接盘了 对不对 那么因为你流动性问题嘛 注入流动资金也就可以盘活了 是吧 我估计有很大比例 以后会将这个恒大拆分 就像当年大家记得华融银行一样 把坏账打包 其他的国家银行组成的一些国家队 资产管理公司 分别呢 就把它给分散了 化解了 吃下去消化掉 毕竟恒大还有大量的地产和开发中楼盘 你如果破产的话 损失会更大 对不对 而且会迅速什么 形成一个对房地产行业的冲击 也许可能就是什么 就是多米诺骨牌倒下了 随着恒大在各大城市的业务分布 咱们想 它的社会动荡形成也是可以预期的 你想 我付了手期了 我拿不到楼了怎么办 我上街 是不是要动乱一下 我工程队 我工程公司 我是涂料公司 我是水泥厂 我把你楼盖好了 我拿不到工程馆 我是不是要上街 就算你买了盖好的楼 你也走不掉 你楼价会跌 是不是 你恒大品牌没了 售后服务没了 是吧 所以楼主也要上街 所以影响面就如同这个恒大的灰犀牛 中央真是把它当做了一个政治事件了 一定不会轻易松手 在这里是政治仗要大于经济仗 但是这个过程未知因素依然很多 你说要真的把投资钱全拿回来 这是不可能的 至少是不可能一次性到位 会通过什么中共的许诺漫漫给你拖 大家记得上个世纪吧 98年 海南发展银行的事 对不对 那时候海南有些信用社呀 信投公司 因为当时海南房产开发热嘛 热过度了 很多炒楼的 后来有大量的烂尾楼 银行换账 然后呢 那个海南信用社干什么 用25%的利率来吸引储户 每间银行都跟那个大耳聋高利贷公司一样的 拆东墙补西墙 结果呢 发生了叫储户恐慌性挤兑 央行发出公告是停止业务 债务交给工行来付 那工行有钱嘛 慢慢付 现在都过了25、26年了 这破产清算的还没有完成 储户的钱就跟挤牙膏一样 没说不给你钱 挡不差你的钱 叫你慢慢等 这意思 所以许家印大声喊 他说我许家印一无所有 也不会让投资者拿不到钱 就是一句彻头彻尾的谎话嘛 他都一无所有了 拿什么给你钱嘛 是不是 就是要国家来悲债 那么悲债的原因呢 就是防止灰犀牛 因为恒大的事件不是偶然的 整个房地产行业已经长期积累巨大的危机了 一直在进行危机管理 即便是按照刘鹤放的风 国家会来收拾残局 那这里面还是有很多不明因素 就是收拾的过程也不明因素 首先就是中央跟地方政府也会有矛盾 而且这矛盾的会激化 现在已经出来了嘛 恒大的广东企业 广东是不愿意接盘了 要跟恒大切割 昨天广东佛山已经暂停了恒大地产的当地 项目抵押申请贷款业务 就是你拿地 你拿房子 银行也不认了 就不给你钱 就是你也不能拿到银行的钱去处理眼下火烧眉毛的情况了 就等于叫什么 叫雨天撤散 坐等你看着你死 这就是地方政府做切割了 一面这个恒大危机会延烧到地方金融系统 是吧 中央呢 又要给地方施加压力 所以社会 怎么说 你说你广东不给钱 那不行 你社会危机发生在地方 上街不是上我们北京 不上中南海 是去你广州 去惠州 去潮州 去韶关的 是不是 所以呢 去你当地的恒大的楼盘 再说了 你地方土地财金你是收到手了 你不处理办事行吗 这就形成了中央跟地方的这个矛盾 对吧 地方政府也不服气 我为啥我停了这个贷款呢 那放出去收不回来了 是不是 再说我们现在的房地产这么经营不好 还不是怪你们中央嘛 是不是 你中央财政部、自然资源部、税务总局、人民银行 你刚统一发文 把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 这些政府非税收入统一划归到税务部门征收了 土地财政是地方政府最主要的收入来源 那也是地方官玩弄权利中保私囊的重要来源嘛 是不是 你给他弄到税务部门就收取了 我中间拿钱就不方便了 是吧 虽然还在地方政府名下 现在还能给地方政府用 但是当官的比谁心里都清楚 中央竟然把这个水管改到了 你走了税收那条路了 那随时他把水龙头一关 你地方不就拿不到钱了吗 所以对地方财政的冲击是迟早的事情 当然它就会有抵触 对吧 所以恒大触动的不仅是金融产品能不能兑现的问题 而是触动了中共的资源分配问题 而且因为恒大业务做得很大 广泛分布 所以呢 这种中央与地方抢资源的问题 不会仅仅集中在广东和一些发达地区 内地的三四线城市都有 那另外还有一些就是政治因素不明朗的了 近年来 咱们知道国家政策一直在抑制 房地产过热这个势头 对吧 那从限购令 什么金融去杠杆 去年搞了一个叫房地产三条红线 都预示着国家对房地产行业调控更加严格 恒大是属于踩了三条红线的企业 按照国家严格规定 它就不能增加银行融资了 它再拿不到钱了 风险大了 你三条红线都踩了 银行按国家规定不能给你钱 对吧 那蹊跷的事就发生了 谁都知道恒大财富融资进来的钱 就是要投入房地产去搞经营的 恒大都已经无法向银行借钱了 风险那么大了 还干脆自己开个银行柜台 来自己收取这个储蓄 你拿脚趾头都想得清楚 这风险是不是要大得更多呢 所以这不仅违背了中央关于控制房地产行业 风险的初衷 反而帮助将风险扩大到了金融领域 究竟谁干的呢 这里面许家印答应了多少好处多少股份 才买来了这种逆势而动的经营金融产品的特权呢 中国金融监管防范金融行业发生系统性风险之后啊 到底是谁给恒大提供了方便 这个逆流而动 给予他经营互联网P2P金融理财产品保险的资格 到底是谁 咱们在这也不方便完全说出来 有各种积极还是有限的 但是我们可以跟大家提供一些线索 你看许家印香港恩人谁呀 郑宇彤 对吧 他最困难郑宇彤到钱给他 那么郑宇彤的中共政坛背景来看呢 与周大福珠宝生意相关的是谁呀 温家宝夫人 加上郑宇彤拿到是平安中国平安保险的股权 这跟那个纽约时报捅出来说 温家宝拥有平安保险股份呢 又不约而同了 可以确认就是许家印的背后真实操盘手 是来自于胡温时代的官僚权势 随着团派的淡出 许家印个人呢 政治敏感度没有让他就就背景背后台倒了 他就倒了 他的新的背景呢 现在反而是出乎神秘了 这不仅是许家印 爱表达说是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恒大的一切 所以比别的房产大亨更加热爱鲜红 而是我们从一点小事可以看出来他的背景神秘 2019年中国的这个监管层加大了对恒大审查 同时许家印却出现在了天安门城楼参加国庆 并被大规模的广泛报道 从正式的这个 官媒党媒到下面的所谓叫网络媒体 叫皮带哥嘛 是吧 说的很吹的很大 这一下子把他给救了 因为2019年恒大差点就爆发了股债双杀危机 所以即便是许家印投奔 这个操作性极强的现任中共高层 那么他以后未来就明朗了吗 我们看现在不也 差点爆了雷了吗 是不是 还要等着中共来给他收拾残局了 所以呢 就是许家印即便是投奔了新的老板 有了新的背景 他也逃不脱未来 为什么 今天习近平的共同富裕道路 许家印能躲得开吗 你不走这条路 恒大死路一条 你中共就不会再伸手搭救了 你跟中共就不是自家人了 是吧 那你走上这条路呢 许家印除了家产被分之外 我告诉你 还没完呢 欺压恒大员工逼着穷苦员工借钱 让自己继续剥削 你万恶的资本家这一条啊 在未来的新版文革当中 你可是跑不了了 所以呀 看来常常喊着说 没有共产党就没有自己一切的 那真的喊着喊着就把共产党给叫来了 江峰漫谈 我们下回再见